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娘子 你别碰我 摸了秀波妹妹的手 就不能再碰我了 小姐 你吃点东西吧 这一整日 都在秀波小姐那里照料 你都没怎么吃东西 不想吃 都怪三少爷 明明说好 那青梅 就是给小姐你酿酒用的 还说什么别人都不许动 结果呢 那秀波小姐一生病 便什么都忘了 这事也不能全怪她 秀波那副可怜样 谁看了不心头 小夕 我觉得很奇怪 但又说不出哪里奇怪 哪里奇怪呢 娘子果然敏锐 此事的确大大的奇怪 你过来这干嘛呀 不留在你秀波妹妹身边 人家生病了 变成这样还叫你的名字呢 那人家不是 少糊涂了吗 齐天磊 你说得到轻松 是你先拉人家手 拉得还不够吗 那拉手 试不开 娘子 你别碰我 娘子 就因为我被别人碰了一下手 就要把我这只手给砍掉 摸了秀波妹妹的手 就不能再碰我了 小喜快劝劝你们家小姐 我家小姐说得对呀 这被别的女人摸过的手啊 就是该砍掉 就是该砍掉 你们主婆二人 就是如此杜妇 对 我就是杜妇 你不喜欢 找你秀波妹妹去啊 你笑什么 我笑我娘子为我吃醋 我自然是开心的 傻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才没有吃醋 好好好 娘子不是吃醋 娘子是生气 生气自己的夫君被别人惦记 对 我只是生气 我的东西被人惦记 那娘子就不必生气了 这人是娘子的 青梅酒也是娘子的 再惦记别人也抢不走 果然是青梅酒 你哪儿来的青梅 为了保住娘子的这几颗青梅 我可是差人 跑了大半个林州呢 我这番煞费苦心 可娘子竟然要砍掉我的手 我还真是伤心呢 好吧 我误会你了 我答应过娘子 这几颗青梅 谁都不许碰 我又怎能食言呢 算你失去